今天晚上好 歡迎收看7月28號星期二的天下新聞 我是楊素素 立刻帶你關注今天的頭條新聞 總統大選進入倒數的階段 在現時民意分裂嚴重的形勢之下 總統特朗普的對華態勢攻擊 或者會成為他11月份連任的王牌 而兩國關係惡化 不少在美華人也受到了波及 在歧視、受到攻擊、仇恨犯罪率最近也出現飆升 國會議員趙美森站出來呼籲 民眾不要輕信和傳播關於新冠和亞裔的錯誤信息 也不要排外字眼 中美兩個超級大國近期針鋒相對 中國外交部長王毅更指 這是中美關係自1979年建交以來的最低點 事實上美國人對中國的印象 在近年也不斷走向負面 多份民調發現 多數美國人現在對中國持負面印象 其中皮游研究中心數據顯示 截至今年3月 對中國持友好印象的美國人 從15年前的43%下降至26% 而對中國持負面印象的人 則是從35% 飆升至15年最高的66% 最新研究還發現 雖然民主共和兩黨對中國的印象都不斷變差 但自新冠疫情爆發以來 近75%的共和黨人認為中國是不友好或是敵人 相比之下 大約44%至62%的民主黨人有同樣的想法 距離總統大選還有98天 這個小有感在全國範圍內獲得多數人認同的想法 或將成為總統特朗普11月捍衛白宮的重要武器 共和黨策略家布萊恩李辛格日前接受採訪時表示 中國議題在今年的大選上或者會有很大的影響力 4月底一份民調發現 如果民眾在新冠疫情的問題上 只能夠選擇完全怪責中國 或者完全怪責特朗普 結果幾乎是對半分 李辛格指 如果特朗普成功將抗疫失敗的責任推卸到中國身上 這樣或者能夠在像威斯康辛這些搖擺州裡面 幫他贏取選民的選票 民調多個月來一直落後於拜登的特朗普 最近也再次展示了他強硬的對話立場 在過去不到兩個星期 包括國家安全顧問、聯邦調查局局長、司法部長 和國務卿都先後發表演講 表達對中國的強硬態度 而總統本人也多次在新冠每日簡報上 將這個病毒稱為中國病毒和功夫流感 這些來自特朗普政府的充滿冷戰味的言論 也都令不少在美華人甚至是亞裔受到牽連 自新冠疫情爆發以來 全國範圍內的亞裔受歧視 以及暴力攻擊的案件有明顯上升的出世 根據《紐約時報》報導 疫情爆發至今四個多月 全美發生超過2,100宗歧視亞裔案件 民調數據也顯示 60%的亞裔美國人 曾經聽到過有人把新冠疫情怪責在亞裔身上 更有高達75%的亞裔 擔心自己會因此成為歧視對象 國會亞太裔小組主席趙美森日前 致涵國會兩黨議員 呼籲他們要正視新冠問題 並且避免使用反亞裔和不準確的自居 令亞裔美國人蒙受種族歧視的威脅 趙美森同時也呼籲民眾要辨識是非 不要輕信和傳播關於新冠和亞裔的錯誤信息 民眾同時應該尊重不同族裔的文化和習俗 約束自己不要使用排外的自居 趙美森鼓勵受到歧視和攻擊的受害者 向執法機關、居住地所屬議員 和追蹤歧視案件的亞太裔機構舉報 天下衛視編輯報導